结婚前她对我挺好的 自从生完孩就对我挑三拣四 整天对我发脾气 她天天在家待着 家里的一点小事情都做不好 我天天在外面挣钱多不容易 我说她几句怎么了 我在家更不容易 除了照顾孩子还要照顾老人 处理家务 天天把饭给她做好了 她还不满意 就在家待着能干什么 我天天出去风吹日晒的 回来已经很累了 她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 我想每天在家待着 要不是因为孩子太小 我早出去工作了 现在每天还要在家受她的气 如果不是有孩子 我早就跟她散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28岁 来自河北工人 女嘉宾张女士28岁 来自河北无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 结婚两年了 孩子多大 孩子十个月了 男孩女孩 男孩 特喜欢 挺喜欢的 谁给你生的 我媳妇生的 你媳妇生的 你还知道 看资料上说是通过 没人介绍认识的 是吧 对 相处了一年 结的婚 对 婚前和婚后 没什么变化 就是有孩子和没孩子之后 变化很大 是吧 对 今天谁要来 我 想干啥 就是不想跟她过来 她的变化太大了 都不想跟她过来 对 好嘛 她有哪些变化 你慢慢说说吧 就是没结婚之前吧 对我还行 还行 生完孩子之后吧 就是总是挑三拣四 就是嫌我不这儿个不那儿个 然后有一次呢 就是说饭都做好了 就每天下班回来 都是我做好饭了 都盛在碗里吧 然后那天 我说饭做好了 都在锅 你自己盛一下吧 我说这头闹着孩子呢 她说你给我盛吧 我说你自己盛一下呗 她说那个 你不给我盛饭 你天天在家待着都干啥呀 就这样 我就没给她盛 然后她就摔摔答答 骂摔答答的就那样 她呀 对 那我得外边干一天活 让她给我盛个饭 能啥的 你在外面干什么活了 干小工 我要干啥吧 她也不让干 一直都是特别特别体谅她 反过来到最后呢 她还不体谅人家 就是一直的 就是我一直在包容着她 然后呢 她就是变本加厉的 就是脾气越来越大 她现在大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有一次孩子都感冒了 就发烧 我说吃点推烧药 我看看 我说要不行的话 等到晚上你下班了 我说咱们开车 带孩子去看看去 她说行 答应特别痛快 等到晚上五点多钟 孩子又发烧了 发烧了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儿呢 她说我这就回去了 我说那行 我说那你回来吧 我说回来 咱们带孩子上院 去验个血 到底这是病毒性感染 还是什么感染 她说行 就这样 等到回来呢 看我就是在闹孩子 就是我们鞋桌上 有一个就是 就像一个钳子似的 那样东西 就包就给砸过来 说你天天不给孩子吃药 啥啥都等着我回来呀 就这样 然后就把花盆 就给我凿碎了 后来我也没支撑 我说你到底是去 是不去 她说那走啊 就骂骂咧咧的 然后就带孩子就去了 她早上让你 给他吃一硝烟药 那你不给他吃 要不明天 你在家带孩子 我去 我上班去 那你自己 不会带他去医院 还得等我回来 那啥啥都等我呀 十个月孩子 乱吃什么硝烟药 还好意思摔花盆 就是后来了那个 我说咱们先去上医院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这不就去了吗 她就坐在车 就开始埋怨 我说哪 那个在家看孩子都看不好 还给孩子看出毛病来了 你说我在家看孩子 我也不希望 孩子有病毒在的 你说孩子有病毒在 我也着急不是的 然后她就埋怨一到 后来呢 等到下了车了 我自己一个人 就是带着孩子上的医院 她都不管的那种 你说说为啥不管 我在外边干活挺忙的 也没空管呢 她在家看孩子就行了 去医院你为什么不管啊 去医院我管了 我没不管 那你为什么在前面走 你不是说帮我带着孩子 那你在前面走 你还要说累死你 是你说的不 是 为啥啊 谁让孩子给 他给孩子整生病了呢 那我给孩子整生病了 那下回就这样 你要是说谁给孩子 看不了生病生灾的 你就让谁看你 我就出去上班挣钱去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吗 我打算就是说 自己干点啥来着 然后就是一边带孩子们 一边干点啥 然后他总是不让干 他肯定不能让你干了 他让你干了 他怎么办啊 做不了爷了你知道吗 他就总不想让我干这样干的 他什么都不让你干 碰到这种老公一定得干 你想干嘛 我想自己开个就是那种的服装店嘛 就是连大孩子 然后呢就是说连自己卖点什么 就是说多了不挣 最起码挣个连挖墙嘛 然后他说 你一个月连两双鞋 三双鞋都卖不出去 还干啥呀 在家待着 你看好你的孩子得了 他以前从那个商场打工的 那经理说 他一个月连两双鞋都卖不出去 你看见了吗 经理跟我说的 经理找你跟你说的呀 我找那些经理跟我说的 你稍后找回去了 哼